Hello 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非常简单直白 首先会介绍一下如何录制iPad屏幕幕 包括有背景音本没有背景音的两种 之后讲讲有许多朋友留言问到的 怎么样实现用iPad投屏到MacBook上 一种是我们需要用到数据线的 然后一种是我们不需要用的 只要在iPad和电脑在同一个WiFi环境下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简单的录制屏幕 我们上角往下滑打开这个控制面板之后 这里就会有一个点点 我们点击一下它倒数三秒计时完成之后 它就会自动开始录制屏幕了 要是这样录制的没有声音 如果我们想要录制有声音的 我们就还是点击它 然后我们长按住这个按钮 这个时候有一个麦克风开还是关 它默认的麦克风是关的 我们把麦克风打开 然后我们选择点击开始录制 这个时候你在录制这个屏幕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声音麦克风的声音也就会被同时录进去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比如说你给别人要讲 怎么样使用这个组件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到这一个相册里面看一看效果 如果你在录制这个屏幕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声音麦克风的声音也就会被同时录进去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效果 手机上其实也是一样 只要你是录制 你长按这个按钮就会有麦克风开还是关这一个按钮了 如果你的控制面板上没有这个按钮的话 也不要害怕 我们点击设置 这个地方有一个控制中心 然后你把这个屏幕录制的按钮 把它你的可能就在下面 你把它添加上去就可以了 说一说怎么样把iPad投屏到这一个电脑上 这有两种方法 如果你不介意用这个数据线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个数据线插上 插上了之后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做QuickTimePlayer 然后我们点击它 跳出来的这个页面不用管它 我们选择文件 然后选择新建影片录制 它默认的就用这一个头来录制 但因为我现在贴上了 有什么也看不了 然后我们选这个录制键的下面 有一个这个 找到你的这个iPad的名字 好 现在就已经连上了 这样iPad的屏幕就被投送到MacBook上 但是它这个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用notability的 这一个投屏的功能 它这个就是有一点笨 按道理来说 它这个上面的这一整条 其实如果是投屏在屏幕上的话 它就都不应该出现才对 但是用这个方法 可能因为是不要钱的 所以说它就只是原原本本的 把这一个notability 就是用这个iPad上的样子 就把它直接投送到MacBook上 有一点笨 但是它是免费的 第二种稍微聪明一点方法 这个就需要付钱了 你也就可以不需要用这一根线了 我用的这一个投屏的软件 叫做Reflector3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个我们就只需要要求电脑和iPad 在同一个WiFi下就可以了 打开这个软件之后 它其实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然后就会有一个按钮 我们也不用管它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iPad 我们选择这里的屏幕镜像 然后会出现一个密码 密码你在你的iPad上输入就可以了 让它连一会儿 这样它就已经连上了 但是而且它这个比较好的就是 它也可以录制屏幕 但是它不是自动就开始录制了 它们也可以调整 比如说屏幕大小 什么之类的 这个Notability的投屏功能 你可以看到 虽然我这一个iPad上 有上面的这一个工具栏 但是在这一个电脑上 它就已经没有了分屏 或者是其他的功能 虽然我现在这个iPad上已经分屏了 因为我的Notability 是选择的这一个投屏的功能 它就不会显示到其他的地方去 比如说用这个来给别人讲PPT 或者讲题 什么之类的 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你可以把它投到屏幕上 它只会看到 你想让它看的 这个Notability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用这个Reflector 3 来做投屏 因为它是要付费的嘛 但是呢功能 我觉得会比用QuickTime Player 要好一些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拜拜 谢谢大家